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王一波现场演唱无名,被质疑假唱。 真没想到,UNIQ王一波回归芒果台。 现场直播演唱电影主题曲无名,居然被质疑假唱。 只能说,顶流就是顶流,排面就是有,且不说湖南台的小年夜春晚收视高峰是王。 一波出场,就他出现的那一刻,现场尖叫声,就能感受到人气。 没曾想,居然有人质疑王一波是假唱,瞬间引爆话题榜,成为微博热搜第一。 这真是妥妥的大无语,这么见不得王一波好吗? 现场直播,带着耳机。 因为他的出现,到现场的人爆满,这么多人举着手机拍摄,居然还有人说是假唱。 就在被质疑的时候,不少到现场的人,纷纷上传了现场直拍的视频,回应了网上质疑假唱的人。 通过直拍视频,我们真的可以感受到,王一波现场演唱的状态。 很明显没有假唱,声音跟口型明显对得上,并且有些部分转音器。 息声都清晰听得出来变化,这怎么可能是假唱呢? 真是造谣全屏一张嘴,还是如同现场拍摄的视频,我们自己看后自己有判断。 这么喜欢来黑这个顶流,别闹了。 有这个功夫,不如大家关注一下《电影无名》吧。 这次王一波是带着即将上映的《电影无名》来的,这也是时隔一年。 王一波回归湖南卫视,自家孩子回来,还带着成果回来,自然给足了牌面。 不仅有老父亲一般卖力吆喝,让导演跟制片人必须说一下王一波的表现。 甚至到了必须夸的程度,妥妥的珍宠。 特别是韩哥跟王一波拥抱的那一幕,看得人好感动,韩哥对着制片人跟导演的面。 说道,请多给我们加一波一点机会。 这句话,从他口中说出来。 足够用分量,王一波你真的是韩哥的骄傲。 王一波说,这次回来,站在韩哥身边,真的很开心很幸福。 全程就像外出工作许久的我们,回到家里一样,乖乖的,满脸洋溢的幸福。 特别说一下,王一波你笑得乃彪有点突出噩,要不要这么开心。 回到正题,这次王一波回来,湖南台真的太宠了,这个小年夜的重头戏。 在黄金收视时段,给了长达十几分钟的时间,给了王一波跟吴明剧组来宣传。 真是排面给的有多足,收视率就有多高的节奏。 成功拿下了全平台卫视的收视榜冠军,直播关注度已突破百分之一。 这就是顶流,这就是人气,王一波所在即是热度中心,他的这次回归,带来了多个热搜话题。 跟韩哥的拥抱,现唱吴明主题曲,导演成尔跟制片仁于东的夸赞。 还有王一波教导演成尔说长沙话,结果翻车了。 这都成为了这次不小的看点,只想说,作为第一部大荧幕作品,这个开门红。 王一波算是稳招稳打的走来了,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品质,跟一路走来的历程。